版本裡面去修改的 那你們大概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到底我修改哪些地方 首先的話 這裡的話也是一樣 跟前面的那個查詢資料庫都一樣 一樣要怎麼樣 開啟一個問題9的一個資料庫 也是放在我們一樣的路徑 那副檔名稍微改一下 我這邊好像是因為我在另外一個地方上課是用 2003的 所以是.mdb把他改accdb好了 ok 好 那把他開起來 另外的話呢 查詢條件是select所有的欄位 忽然問題9 會有什麼呢 欄位 其實這個欄位是會有哪一個欄位名稱 那我們有傳遞一個參數過來 比如說業務的話呢 就業務 like後面一個條件 條件是 我們傳過來的是哪一個人的名字 然後查出來之後的話呢 再把結果怎麼樣呢 再把他call到 A2的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儲存格 那上面這個部分是增加欄位 名稱 ok 然後跑完之後的話把結果秀出來 那不過現在我們第一個動作 我們還沒有把資料庫建立起來 所以呢 還要再建資料庫 那資料庫的建法跟前面類似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快速的跟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一樣什麼呢 再建立一個把SS開起來 然後再來瀏覽一下 找到我們桌面上 因為我是放這個範例資料夾裡面 那裡面的話 我是放這邊問題9 所以這邊的話 把這邊改一下問題9 按一個確定 建立一下 再來的話呢 會因為前面做很多 所以我比較快速的做一下外部資料 找到Excel 那Excel的話我們瀏覽一下 我是放在桌面上 Q1到Q50這個 那一樣找到問題9 按開啟 下一步 這邊的話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呢 問題9 下一步 那第一列是欄名下一步 沒錯 那這邊也下一步 不要阻鎖影 下一步 問題9 這個是